自从延期攻略之后 负责皇后秦岚就接着接到某停手 不过刚刚去袁维兰做事 不知是否时差影响 还醒到三埋 要小心身体 这日来到香港 他说其实都很想试下拍香港的电视剧集 都很想啊 梁朝伟、刘德华、金城武 不算香港的 很多都很想 TVB又好像满足不到你这三个愿望 提到一起拍《还珠》的赵薇、林森渝和范冰冰 早就风生水起 37岁的秦岚终于等到事业高峰 他就说一点都不觉得太迟 我觉得作为艺人、作为演员 都要有个心态就是 你要更好的享受工作 就像《复查荣音音》 我觉得他也已经过去了 只不过是我的一个角色和工作而已 不管是潮起还是潮落 只要坚守你自己喜欢的这个职业 我觉得就是幸福的 其实我也没有想过会来到这个很高的高峰 所以一切都让他顺其自然吧 就安然地做自己 然后更从容地去演自己喜欢的角色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一直很喜欢演员这个职业的原因 事业就有了 那感情生活又有没有进展啊 没有 目前还没有 但我之前也有说过 现在喜欢我的人那么多了 不像以前演了很多反派 大家会至于你这个演员 现在已经有了这么好的人设 希望很好的那个他能早点出现 我不太去刻意地去规定一个什么外形的一个肯定 但我觉得一定要大家的感觉对 然后还有合适的timing 还有就是大家能够聊得来 能够性格啊 然后三观一致 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香港的儿生会逃遇吗 为什么 当然会 大面撒网 我觉得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不要太那么挑剔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Que宣服 感谢观看